这里面的草莓果酱都要溢出来了 我的妈爷这看着都相迷糊了 外面的孩子们都缠着哇哇叫 来了宝贝 欢迎进我们休息时间 我是小太子 听说你们今天有人心情不好 所以呢我就吃点甜品 让你们开心一下 这边还有两个千层蛋糕 给你们进去 这里面的草莓果酱都要溢出来了 真的超级多 它有整颗的这种草莓耶 它上面写的是红盐草莓 火肉超级饱满 好好吃啊 还想再吃 但是要忍住 每个先尝尝味道 不然腻了就会影响对他们的判断 我的妈爷这看着都像迷糊了 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榴莓果肉 还会拉丝 全是果肉 这都不像在吃奶油 感觉就是在吃榴莲 然后下面涂了一些奶油 宝贝 泰国金枕头榴莲 接下来就是更开心的挖棺子环节 咱们有请第一款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中间是一个大草莓吗 可是我有点舍不得吃 它破了 那我就把它给吃了吧 那我就把它给吃了吧 这个乳捞和蛋糕胚 草莓果酱融合得非常好 主要是这个草莓 如果这个草莓很酸的话 那吃起来就会很不和谐 我们每个罐子 好像只能挖三勺 不然就会腻 但是这个我忘记 我把它取潮了 因为太好吃了 没忍住 第二款 上面是一层 超级厚实的芋泥 芋泥是那种超级绵密 有点糊嘴 然后还能吃到玉璃的颗粒 特别香 哎呀掉进去了 再来一勺 把这个边边给刮了 把这个边边给刮了 这款芋泥做的我都感受不到蛋糕和奶油的存在 第三款 这一层应该是黄豆粉 好香啊 看起来非常简单 豆乳风味非常浓郁 但我觉得这个底边的奶油好好吃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里面的奶油是我今天目前吃过最好吃的 哇 真的它这个奶油特别好吃 很香醇很浓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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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